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谁家的豪宅呢?没错,就是有翻版林青霞之称的香港艺人江坤的家 名字不太熟悉不要紧,因为他的身上更为人熟知的,还是汤震业的第一任妻子 自打江坤和汤震业离婚后,就一门心思放在教养三个儿女身上 如今儿女们都已成年,既优秀又孝顺 虽然江坤至今都没有再婚,但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惬意 平日里,没事就和富婆朋友们聚会聊聊天 又或者在自己的豪宅里抱着爱犬包具 反观前夫汤震业这边,就没有那么潇洒了 在本该想孙子福的年纪,还得继续工作,挣奶粉钱,养娃 虽然辣妹有一点点夸张,她最小的孩子今年也13岁了,早就断奶了 不过还要马不停蹄的挣钱不假,因为汤震业要养三个家庭,六个子女 据说每年光抚养费就要500万,你说欠下这么一大笔风流债,应该长得挺帅对吧 但看汤震业现在的模样,大富便便,头顶放光,不像啊 莫非是其他业务能力强悍? 嗨,其实人家汤震业年轻时,那可是貌比攀安 就连人民网都只夸她,五官秀气,天生贵气 到底汤震业是怎么欠下这巨额风流债的? 今天辣妹就给大家详细开发 汤震业出生于50年代的香港,那个时代,追求多子女多福 所以汤爸爸汤妈妈非常努力造人,直到生了八个娃才停下来 虽然人丁是兴旺了,可是开销也大了 一家食口,再加上年迈的爷爷奶奶,全家,就着一家海味铺生活 日子过得紧巴巴,最穷的时候是过一个咸蛋八个孩子分着吃 眼看着妹妹们到了该读书的年纪,父亲的担子越来越重 刚读完中学的汤震业,把心一横,决定和哥哥汤震宗外出打工挣钱 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在一家传务公司当个小职员 这一做就做了三年,虽然每天起早贪黑,但一年到头都赚不了几个钱 汤震业的内心郁闷至极,隔三差五就想甩手不干了 就在这时,人生转变的机会来了 这天,下班后的汤震业走在街上,突然看到TVB第八期议员培训班的招生广告 要知道,当时的TVB议员训练班是带心培训的 除了有底薪,还给学员们交通,果实补助 万一被签约,这收入可比当个小职员好太多了 于是,他果断拿着报名表去报了名 虽然汤震业当了三年苦逼的社畜,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到他行鹰帅亮正的脸庞 很快就吸引到TVB的注意,被成功签约,还一签就是七年 出导之初,汤震业跑过一段时间龙套,但长这么帅,哪筹没有机会 所以没过多久,便被天龙八部的导演看中,指定他出演段玉一角 看过天龙八部的都知道,那段对段玉的描写,就是一妥妥的美男子 不出意外,电视剧播出之后,汤震业迅速爆红 紧接着,TVB又再接再厉,给当时台里的五大小鲜肉 汤震业,刘德华,黄日华,苗乔伟,梁朝伟 打造成一个CP,无限五虎将,就这样,五虎将横空出世 只要到了饭点时间,一打开电视,总能看到这几个人的身影 这番力捧下,众人不火都难 只可惜汤震业成也因为帅,败也因为帅 因为帅在娱乐圈展露头角,事业蒸蒸日上 却也因为帅,勿了红颜,遗憾终生 而这位红颜,便是乌美玲 1982年,无限电视剧《十三妹》正式开拍 汤震业在剧里担任男一 彼时的乌美玲,虽然落选了香港小姐比赛 但TVB觉得她资质不差,是个可造之才,便把她牵到旗下 作为新人的乌美玲,也被安排进了《十三妹》剧组 乌美玲并非课班出身,上大学的时候学习的是服装设计 所以,演戏对她来说,一切都非常稀奇 为了更好地把角色演好 乌美玲想着向同组的前辈请教 这时,眉清目秀的汤震业便印入了她的眼里 汤震业倒是不嫌麻烦 像个大哥哥一样,非常有耐心地指导她 就这样,一来二去之下 两人互相产生好感,感情慢慢升温 但真正让两人走在一起的 还是因为《射雕英雄传》这部剧 在拍完《十三妹》后 金庸先生的剧作《射雕英雄传正火热筹备》中 为了选到心目中理想的黄蓉一角 还特地举办了一个盛大的选角活动 当时参与黄蓉选角的女演员多达三千人 所有人都想挤破脑门入选 而乌美玲到底还是有些机灵傍身的 便想到换了一身古装 然后侧手翻到金庸面前说道 桃花倒主之女拜见金大侠 这般俏皮和聪明不就是金庸笔下的那个黄蓉吗 当下 乌美玲便被轻定为扮演者 作为物侠剧 打斗动作肯定少不了 而那个年代的演员都要亲自上阵 所以意外时有发生 在一次拍摄中 由于对手的失误 不小心把乌美玲的右眼角打伤 事发后 被紧急送进医院 而汤正夜听到消息后 立刻放下手头上的工作 寸步不离地守着翁美玲直到痊愈 郎有情 妾有意 自此 两人正式谈起了恋爱 虽然拍摄过程中出了意外 但翁美玲的福气显然在后头 既收获了一个男朋友 又因为把古灵精怪 皎洁可爱的黄蓉眼活了 成为一代经典 而俩人在一起后不久 便大大方方地 官宣了恋情 由于两位都是当红明星 又是俊男和美女 所以在外人看来 这样的组合真的般配极了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 美好稍纵即逝 1985年 年仅26岁的翁美玲 在家中拧开了煤气开关后 闭上眼睛 再也没有醒来 消息一出 汤正夜立刻成为众矢之地 渣男 父亲汉等负面词 立刻哭天盖地而来 而汤正夜怎么也没想到 两人之间虽然有过不少争吵 但翁美玲竟然会想不开自杀 其实 这和翁美玲的出身和性格 有很大关系 翁美玲的爸爸是一名海军军官 而妈妈并非原配正式 没名没份 就注定翁美玲的身份 只是一个私生女 因为这个身份 她从小受到不少耻笑和指点 性格变得自卑又敏感 为了引起父亲的注意 她事事争强 只为证明自己一点都不比别人差 慢慢地 人便容易走向偏执 钻牛角尖 和汤正夜在一起时 正值翁美玲事业巅峰期 而后拍了几部剧 都反响平平 让翁美玲的情绪陷入低谷 恰逢此时 汤正夜也遇到事业平静期 没注意到身边人的变化 两人常常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 感情慢慢出现了裂痕 偏偏翁美玲修复两人关系的方法 不是沟通 而是故意刺激 经常跑到舞厅 晚到三更半夜 还和花花公子邹世龙来往过密 不知情的媒体 当然大肆宣扬两人已经分手的消息 感到郁闷的汤正夜没办法 只能找好友苗乔伟宣泄 苗乔伟见好兄弟一脸不开心 便组了个游泳局 同行的还有七美珍 吴君如两人 谁知这四人行 却被狗仔描述成 汤正夜和吴君如密会 还说两人举止相当亲密 而狗仔还不嫌势大 故意拿着拍到的照片 跑到翁美玲面前 问两人是什么关系 大受刺激的翁美玲 想着打电话给汤正夜要解释 但是打了好几个都没接 汤正夜不接电话的本意 是不想两人在情绪不稳定时沟通 以免吵架伤到对方 而在翁美玲看来 不接电话代表着汤正夜不要她了 就因为这样的误解 翁美玲一时想不开 选择自杀 如花般的生命 永远停留在26岁 这也成为汤正夜 一生都弥补不了的遗憾 事情发生后 汤正夜顶着舆论压力 处理了翁美玲的后事 但自己也因此抑郁了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身负着骂名 自觉香港已混不下去 汤正夜便强往台湾发展 但此后 无论汤正夜怎么努力 事业都一蹶不振 1993年 距离翁美玲自杀已经过了8年 已经35岁的汤正夜找到了新的爱情 对象便是我们视频开头提到的江坤 江坤的眉目和林青霞有几分相似 被称为翻版林青霞 虽然江坤很被压实看好 还砸了不少资源在他身上 但江坤本人没什么事业心 和汤正夜交往后 没多久便奉女成婚 结婚后自愿退出娱乐圈 当起了全职太太 后来还为汤正夜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 只不过全身心的付出 并没有换来婚姻的长久 由于演艺事业发展频频 想寻求出路的汤正夜 便跑到内地做生意 有时候一待就是好几个月 据少离多 再加上偶尔就传出汤正夜身边 有些莺莺艳艳 这段婚姻最终只维持了8年 就已离婚收场 就在大家都已经渐渐忘记 汤正夜这好人物时 他来了 他来了 他带着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来了 我再婚了 对象比我小25岁 对了 我还有个私生子 是和我的红颜知己生的 现在孩子8岁了 这四舍五入 在和江坤还没办理离婚手续时 就已经和红颜知己搞出人命了 至于这个小25岁的对象 名叫文静 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影视学院 一夜后 曾经在齐鲁电视台当主持人 和戴军搭档主持过节目 齐鲁之星 后来又离职 去了上海一家广告公司做总监 和汤正夜 就是在他负责的一个项目中认识的 文静 气质家 能力又强 两三下 便把汤正夜一整个吸引住了 随后 汤正夜对他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只是当俩人谈恋爱的消息传到文静父母的耳中时 俩老强烈地反对 这也不难理解 在文静父母眼中 自己的女儿年轻又优秀 选谁不行 选一大叔 不就相当于好白菜被猪拱了 但任凭文静父母再怎么反对也没用了 因为俩人敲咪咪的生迷已煮成熟饭 2008年5月 已经50岁的汤正夜与文静奉女成婚 四个月后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 这下子 汤正夜荣生为六个孩子的爹 虽说父母反对的婚姻确实有一定道理 但在汤正夜和文静身上似乎并不奏效 两人结婚这些年 一直恩恩爱爱 如今两个女儿也长大了 出落得亭亭欲力 汤正夜没事 还会分享一下和女儿们的日常生活相当有爱 这些年 汤正夜为人也算有担当 就算离婚了 依旧负责着和前妻姜坤 三个子女的吃穿用度等一切费用 包括私生子也一样 这样负责的态度 比起很多风铃丸 就拍拍屁股走人的渣男已经好多了 只不过有些人可以用余生去弥补 但有些人就未必了 如果当年汤正夜能接通那个电话 那翁美玲的结局可能就能够改写 如果翁美玲出生在有爱的家庭 那人生遇到风浪时就不会轻易想不开 只可惜一切都没有如果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